提到金乔乔,很多人都会联想到《孔雀公主》,没错,因为这是金乔乔的代表作,也是咱们国内非常经典的电视剧集。近年来,金乔乔很少拍戏,去年参加过近几综艺节目《浪姐》,不过没能成功翻红,如今大部分时间都在家相夫教子,也经常上直播卖货。 4月5日,金乔乔现身直播间卖货,她一开始身着绿色的T恤,留着一头短发,看起来干净利索,非常的漂亮,尤其是前面的刘海,看起来非常减零。 这次不同的是,金乔乔豪宅的不仅去意外抢镜,从她的身后可见,房子不是一般大,就算不是别墅类型,也是大平层的级别。 据悉,金乔乔从今年春节开始,就一直在海南带到现在,两个孩子也跟着过去读书了,家里的保姆,以及双老都全部在三亚生活。 从视频中看得出来,豪宅的空间是非常大,吧台看起来就很有格局,不少网友还以为她是在酒店里面直播。 金乔乔就说,这个不是酒店,是家里,还是朋友的家里,但是自己在住这个房子。 不得不说,金乔乔也是非常坦诚的一个明星,再来就是,人际关系也是不错的。 不然怎么会无论走到哪里,都有房子可以住呢? 金乔乔一边直播,一边耐心地跟网友解答疑问。 网友说她的衣服不好看,没想到金乔乔直接就说,那你们等我一下,我回房间换一件出来。 然后就穿了一件黄色的外套出来,非常的亮眼跟醒目,简直年轻了十岁的样子。 然后,金乔乔就继续卖自己的美容仪器,而且一点都不便宜,一件东西上千元。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,还是有点小贵了,当网友说金乔乔变化有点大。 没想到她就大方承认自己打过针的,是屈咒的针。 网友,打针了,疼。你整得太不像你了,你是金乔乔吗?牙齿是做的吗?多久打一次美女?打屈咒好事吗? 眼角可以去打屈咒针吗?乔乔,和以前差距感觉好大,变得不像了。 还不到十分钟,网友说金乔乔刚刚换的衣服太晃眼镜了,没想到她听了之后,又跑去房间换了一件牛油果颜色的T恤出来,真的太好笑了。 不得不说,金乔乔的偶像包袱还是挺重的呀,为了讨好粉丝,也是尽力满足他们。 只要能够留住大家就够了,一场直播就换了三套衣服,太令人佩服了。 网友,那么有钱还直播,怎么变模样了,怎么又换了衣服了,啥时候付出?等你新作品,仔细看也是个老太太了,金乔乔就用脸对着镜头,回对网友,老太太吗? 再看清楚一点,你觉得我是老太太,我就是觉得我是小姑娘,气死你。 不得不说,金乔乔也太逗了,不愧是真性情,何况本来她才46岁,无论是年龄还是状态,都不像老太太,哪有网友说得那么夸张? 其实吧,年龄只是一串数字,只要内心保持年轻的心态,也能活得很精彩的。